第十一集 看到我手上拿的這把好大一把槍 有沒有啊 我可以瞄準右鍵 蹲下的時候會移動 一個非常大的槍 那我們上一集在玩Thumb Cry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我們缺少 非常缺牛皮皮革的東西 所以我們說今天這集要來看看 有什麽方法可以來生產我們的皮革 那當然有好幾種方法啦 第一個可以玩Britannia來直接轉換 第二個就是來開一個畜牧場 只是開這個畜牧場的話 是否又要用這個非常 非常怎麽講 只靠Rotary Cry的方法來做畜牧場 然後我想了幾天之後 發現好像可以 那其實是因爲最近我一直在看 跟原版紅石相關的影片 受到了不少啟發 所以我們今天一樣靠Rotary Cry來完成我們的畜牧場 只是在這之前的話 我想要拿著我們的槍 我摩什麽切腿 再來 來試試看 這個槍真的很擋視線 來蜘蛛來 碰 啊 我發現這個在第三人秤的情況下完全沒辦法看 所以說還是要切第一人秤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上一集做的這個現彈槍 然後我們也做了一個MMM的稻草 那一發彈丸的傷害是7點 但是它可以一次噴出好幾發的彈丸 所以實際上造成的傷害會比7點的傷害還要高 只是它最多只會顯示說一個彈丸的傷害而已 所以常常會出現你可以秒殺精英怪 可是明明就只顯示7點的傷害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來到我的創造測試世界 那平常在玩模組之前如果有不熟悉的東西的話 我會先來這邊進行預言 那我現在就是來講解一下我這個畜牧農場的原理啦 因爲這個東西在我以前如果是自己玩的話 我大概永遠都不會想到這種東西啊 那是因爲我最近看了很多原版紅石的影片之後 有受到一點啟發 那總而言之呢我們這次用的這個機關呢 是利用我們這個原版Minecraft生物的碰撞箱 或者Heatbox的大小來做這個篩選的動作 比如説呢我們召喚一隻牛 然後我們按F3加B就可以顯示生物的Heatbox大小 那這個牛的Heatbox的話它大概比一格寬還稍微小一點點 所以它是可以穿過這個一格的空間的 那我們今天如果改成用這個柵欄 木枝柵欄跟地獄柵欄交錯排列的話 它中間的寬會比一格還要再小很多 那我們這些成年的動物的話是沒有辦法穿過的 包含我們的豬 它的Heatbox也是會比這個還要大 所以沒有辦法穿過 可是呢我們的幼年體 它的長跟寬會剛好等於這些成熟體的一半 就長寬是一半啦 所以說它們可以穿過這個空間 想著豬可以 羊也可以 然後牛也可以 但是如果今天換成小雞的話呢 情況就比較困難多了 因為小雞即便是成年體大小好了 它的Heatbox也非常非常小 比如説我們做一個封閉的空間 可以看到成年雞它的Heatbox是非常的小 即便是像這個柵欄 跟如果旁邊是一個方塊的這個空間的話 我們的成年雞它也是可以穿過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到 讓成年的雞穿不過 但是幼年雞卻可以穿過的方法的話 很簡單我們只需要用這個鵝卵石的圍牆就行了 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成年雞它沒有辦法穿過 可是我們的小雞卻可以穿過 所以我們比如説我們現在讓它們生一隻小雞 那小雞的話它的長寬也是成年雞的一半 所以我們嘗試把它推到這個方塊的縫隙 你看它就穿過去了 那如果我們要增加小雞掉下去的機率的話 我們甚至還可以改成這個樣子 方塊剛剛的玻璃方塊替換成靈魂沙 然後我們的石頭會將下降一格 那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成年雞它還是沒有辦法穿過去 當然有時候它在這個靈魂沙可能會有 Glitch的情況 就好像它會一直往下掉 但實際上它還是在上面沒有辦法掉下去 然後旁邊這個靈魂沙我們換成半磚 那小雞的話是可以從這個縫擠出來的 但是成年雞沒有辦法 所以會比剛剛的情況更容易讓小雞掉下去 所以最後我們的畜牧場大概就設計成這個樣子吧 下方的話是我們的牛、豬跟羊的地方 那我大概不會養羊 因為羊的話我們有很多的棉花 已經可以造現個羊毛了 所以羊不需要 那上方的話是我們的雞 那因為雞比較小隻 所以它就算飄下去也可以很輕鬆地穿過我們這個柵欄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牛跟豬 收到中間Rotary的那個衛食機 然後它就會這個交配 然後我們的小型的動物就會掉下去 那我們採用的是Rotary的Mob Harvester 這個Harvester很神奇的是 它連這個小型的動物、沙屎都會掉肉跟皮 比如說這個小牛好了 小牛的話我記得就算是玩家殺死好了 也不太會掉這個肉跟皮革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用Rotary的Harvester 即便是小型的牛啊、豬啊、羊啊、雞啊 都可以強迫它們掉成年體的這個掉落物 那大致上了解我們應該要怎麽蓋這個畜牧農場之後呢 我們就切到生存實際來把它蓋出來吧 我的畜牧農場預計會規劃在這個地方 那它不需要很大的空間 9x9的空間就可以了 只是它會需要往下挖一些空間 讓這個動物掉下去 搭配這個水流極怪的裝置 然後旁邊的話我有做一個那個叫什麽 捲尺 這個捲尺可以來看這個距離 旁邊這邊距離的話是超過8格的空間 因為我們這個Item Vacuum如果啟動的話 它可以收8格空間裡面的掉落物 所以我們距離8格以上的話 到時候它收它的,它收它的就不會互相影響 然後這個捲尺的話它是Beat Buildcraft的捲尺啦 避免有人不知道 它這個的話你可以Shift加右鍵來切換它的模式 預設模式的話它可以幫你計算出 這個X,Y,Z三個軸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三個數值都會顯示出來 那如果Shift加右鍵切換成模式之後 它會自動的計算三角函數 直線的距離 所以大概直線距離是多少 好,在我們這個Luggage跟我們錘子鏟子協助之下 我們往下挖了一共1,2,3,4,5格空間 然後我稍微把牆壁都換成泥土啦 就雖然沒有裝飾可以製,但至少讓它比較整齊一點 現在的話我需要爬上去一下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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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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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們要來先鋪柵欄好了 那柵欄鋪的空間的話我可能 還是要有一個工作空間才行 來,柵欄鋪的範圍應該是往下再一格的空間 比如說在這裏 我們把這個敲 敲掉的話大概是醬子 所以這種情況下我們成年的動物沒辦法摔下去 但我們幼年體的動物是可以的 然後那這個地獄柵人花很簡單就是去燒我們的地獄磚 燒地獄園就可以做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 用這個交錯棋盤格排列的方式把它排起來 這次排這個時候要小心 因為玩家的HeatBuds是比這個空間還小的 所以我們人是可以摔下去的 所以可能要按住Shift 直接跳下來作業反而比較簡單 就下面把這個排一排 那我們保留一個中間的空間的話就是 要來放我們的Auto Breeder 之所以這麼麻煩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Auto Breeder它只能從下面接收能量 其它都不行 所以我們想盡辦法要怎麼 既讓我們的動物啊 小動物掉下來 然後又不會干擾我們Rotary機械的布線的話 不太好弄 不過還好我們Rotary有提供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它叫做Chain Driver 其實在Chain Driver之前它還有另外一個更基礎款的 那個叫Belt Hub 這個鋁帶Hub 它就是用兩個 比如說 把這個假裝成Belt Hub 其實Chain Driver就是Belt Hub的升級版 比如說在一條直線上的直線距離 然後它應該有距離限制吧 然後這邊有寫64個 最多64個 這個直線距離 然後放下兩個Belt Hub或Chain Drive 那其中一個要設 Shift加右鍵切換成這個紅色的Output模式 所以說其中一個是Input 那另外一個一定要是Output 它才可以連在一起 然後呢我們 Chain Drive就是用這個鎖鏈 金屬鎖鏈 如果是Belt Hub基礎款的話 就是用這個皮帶 皮革的鋁帶 那但是皮革鋁帶 理論上比較平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缺牛皮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只好先做比較高階的Chain Drive 那它們兩個差別的話 根據書本說明是 Chain Drive它不怕水 因為好像我們的這個Belt牛皮的鋁帶 它說會受潮 受潮的話可能會降低它的工作效率啦 所以我們拿著你的Chain Link 對著其中一個Belt Hub或Chain Drive點右鍵 然後再對著另外一個點右鍵 它就會自動消耗需要的數量 大概每一格消耗一個Chain 那本身不算 但是這邊畫1,2,3 所以我們剛剛原本12個現在變9個 總共消耗3個 那中間這個的話 你任何的Entity是可以穿過去的 但是不能有方塊擋住 所以我們用這個Chain Drive 來做這個能量傳送的媒介的話 我們的到時候動物可以穿過去 只是我們可能要挖個方塊 讓這個Chain Drive的鎖鏈可以通過 所以時間要用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能量往上 然後我下面放一個Chain Drive 然後讓它的能量往上 然後切換成Output模式 然後我們 記好它的水平位置 大概在這個後面 啊對,然後這個Chain Drive 進階版的話它傳送的能量也比較多啦 至於多多少的話這個書本裡面都有寫 所以放好其中一邊的Chain Drive之後 接下來要找到另外一邊的Chain Drive 這邊我往下挖 我拿大毯子挖好像有點太多 我的想法,對在這邊 我的想法就是呢 讓它直接貼著墻下去應該可以 就是我們下面會放水 只是我們用齒輪箱的話 齒輪箱是不會透水的 所以應該還好 Chain Drive就是放在這裏 然後上面用我們的泥土擋住 然後它的能量往下送 然後是綠色的接收能源 我們朝這個方向繼續往下挖 這邊也挖掉 所以雖然到時候這邊會有水 不過我們這邊齒輪箱一直接到這個 我會挖一個地下空間的話 應該是沒什麽問題的啦 我們就在下面挖一個工作的區域 那我們地下的工作空間大概就這麽大了 這邊也放一個樓梯 方便以後我們上下樓 那這個就是預定物品 是掉落物回收箱 那因為我還是要用這個蒸汽引擎的關係 所以會需要用到水 那我想說距離農場這麽近 我們就直接從這個農場 借掉這個水 過去就好了 這個水管我要點再接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下面布線 那這邊的話我們這個 我們要把券先接上去 來看看這個實際連接的情況 所以我有點它了 有 然後檢查一下 這個能量從這個地方送下來 這邊的話還是需要一個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會用一個Bevel Gear 轉角齒輪箱送到上面 從東方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我會再接一個Steam Engine 然後下面我們再接個地獄岩 然後水管的話從後面接 開始有點變暗了 所以水管的話呢 我還要把那個水管找到 好,所以我先去把水管挖通好了 水管在這個方向 來,你好 往下挖 大概在...在哪裏啊 在上面一點點 大概在這邊 從這個地方接過來 所以... 這邊還有一個空間是我們 在網上還會有一個小機農場的地方 所以這邊還會有一個引擎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也會有 中間這裏我們要放的是這個殺怪裝置 就像我們說的我們是用Rotary的Harvester 它能量接收的話呢 各個方向都可以 只是它殺怪的話只有辦法 殺經過它正上方的空間 然後它的話就是你給它的能量越多 它可以造成更多的傷害 基本上應該沒什麽上限吧 那它寄生公司就在這邊 基本上 只要給它最低能量 一直往上加的話 能量越大可以造成更多的傷害 所以就看你的農場的屬性 不過呢即便 可能一開始給能量不多好了 但是它會每隔很短暫的時間 就會跳一次傷害 所以如果就算沒辦法秒殺生物好了 多等一下那個怪物也是死啊 對,除非你是要打灰的這種很恐怖生物的話 就是另當別論 好那接下來有個問題啊 這個Item Vacuum 它收到的物品我們要怎麽抽啊 這次呢我一樣用Rotary的自己的Item Pump 所以說 我們從箱子的那一側放過來好了 所以我會需要一個墊腳石 那其實之前我們在用這個 Vetumatic Item Pump的時候 我們只做直線運輸對不對 但實際上它支援轉角運輸哦 我們目標物比如說是這個Rot都好了 我就對整它這樣子放 那這邊是Input口 然後對準放這邊有箭頭嘛 這邊就是出口 這邊是入口 這樣子放 然後要轉彎的話呢 直接這個地方再放 之前的話我誤以為是這樣子放 就我想說這邊入口嘛 它應該從這邊抽對不對 但不是,其實是要 這樣子放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轉彎 那我們這邊就放箱子 或你要抽物品出來的東西 它就會從這個地方抽出來 放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水都先給它接上去 先給水再加熱 我們這個就可以點火 那這個火把就可以敲掉啦 那我們就靜靜的等它加熱過程當中 我們也可以來做其他的事情 我們來把這個Auto Breeder先放著 放在這邊 那它需要16千瓦 所以一個Steam Engine會剛剛好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放你要餵食的東西啦 牛的話就是小麥 豬的話就是蘿蔔 雞的話就放種子 那我們這個碗點再放 有了 開始運作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Power剛剛好滿 這個沒有什麽問題 我們用這個Chain 就是鎖鏈版本的 它可以支援16千瓦的力矩 跟65536 就是6萬5千的轉速 那如果是普通的皮革帶的版本的話 就只能各支援8千的力矩跟8千的轉速 然後理論上這個Item Vacuum也開始在運作了 所以我們可以丟個東西下去試試看 喔有了它吸到了 然後我們的物品抽取機 沒有沒有我剛剛把它關起來了 因為它實在太吵了 所以我就把它關起來了 噔噔 好啦 那如果要讓它安靜一點的話 我們就放個精英羊毛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的精英羊毛這邊有一個 哦呦 所以這個也有運作 就放在 放在 放在這裏好了 呦 啊 Peace 是機會回復的寧靜 所以說呢這個地方的話我們放個漏斗 那現在是暫時先放漏斗 就是預留一個物流的空間 以後如果我們有玩魔法 比如說Thumming Tinker 或者是Thumming Tinker 或者是Thumming Expansion 特斯拉 就會有一些無線傳送的方法 我們就可以把它漏斗換掉 那漏斗上面的話我們緊接著就直接接這個Chain Drive 然後呢把它一樣往上的空間 然後它可能要往上 總共放兩個齒輪箱 這邊往上這邊往上 最上面就直接放這個Auto Breeder的部分 然後圍繞下面的話呢 我們放上四個 就每一個邊 各放一個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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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麽 Stone War 鵝卵石圍牆 好實際上其實石牆是要放在下面一格的地方 所以我們才需要兩個高 不會擋到它這個Chain Drive 那下面一格的話呢 就會呼應燒走之前 在創造模式讓大家看的那個造型 所以我們的靈魂山呢 就會放在比它高一格的地方 這樣子的話我們的石牆是1.5格高嘛 我們的小機可以很方便很輕鬆的在上面走 那幼年體的小機的話就會比較容易從這個縫隙這樣掉下去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吧 之後我們就把雞抓過來 然後下面的動物也抓下去 應該就大功告成了嗎 還沒有我們要放水 那放水的話很簡單就是四個角落 各放這個一桶水的量 那在沒有其他干擾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的東西它就會自動的 是這裏嗎 這邊有剛剛創造的無限水源 我們的Entity就會被推到正中間的地方 會推到正中間殺死 然後旁邊的這個Item Vacuum就會把東西抽走 這裏這裏 這裏 大概在這個高度 然後呢 先把它的位置喬好 然後呢 Chank Link起來 我們這個忘記調整成這個Output模式了 所以我們再重新Link一次 有了,成功了 然後呢 這邊一樣我們需要這個 Shift直直往下接 那如果你懶得調整的話 你可以先預判好你放置的方向 比如說Bevel Gear在這邊嘛 那我們就這樣子放放 它會 紅色會朝著你這個面放置 這樣的話你就不用再反手調整每一個齒輪箱了 然後我們下面的這個Bevel Gear一樣從東方到上面 好,這樣子能量應該就有送到了吧 我們可以Check一下上面的Auto Breed的,有,滿了 那要完成畜牧場之後有一個步驟的話當然就是抓動物啦 我原本是想說做這個Golden Lasso啦 只是它需要這個終界之眼 只是呢我現在有 沒有烈焰粉啦 沒有,我還沒有去過地獄堡壘 所以可能還先沒辦法做Golden Lasso 但是沒關係,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可以來幫忙 就是用Protogun來移動物品 一個一個抓,反正我的Golden Lasso可能也是只能做一個 這樣差不多 那牛的話我記得我家附近其實有不少隻啦 我這邊還特地用柵欄圍起來 就是怕我的牛跑過去踩Anderly然後就被戳死啦 這邊有其中一隻 牛是很多,那因為我們現在剛好就是缺皮革 所以牛為優先 那至於豬跟羊 羊是確定不會啦,因為我們不會缺線跟羊帽 豬的話可以考慮看看 為什麽呢,因為 有了你看它站在上面就不會掉下去 因為我們之後如果玩Thunkrai啊 如果有機會做那個組合肉 Triple Matte的話 它可能會用到豬肉 所以豬也是可以養一下啦 發現新招 直接醬子就可以把動物傳過來了 我們家附近的牛真的很多啊 我已經抓了十隻回來 那小隻,小豬的話我們也抓了 一二三四五,五隻嗎?還是六隻 六隻豬回來 那羊的話我前面說過就不抓了 但是雞的話反而就比較少了 我繞了好幾圈,沒看到半隻雞 但是我家有幾顆雞蛋啊 這個雞蛋應該是以前去其他地方的時候撿到的 所以我們就丟丟看能不能丟出一隻雞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啊一隻雞 可是它是小雞所以直接下去了 然後你看它那個被殺死 然後哇,掉了雞肉餒 好吧,我覺得丟雞蛋到那邊是不治之局 我們應該是要先在旁邊開一個柵欄 然後讓雞多生點雞蛋 這樣我們用雞蛋再 先養大隻的雞啦 然後再把大隻雞的轉移過去就好了 不過沒關係,反正這個雞的話我們還不急 因為我們現在比較缺的是這個牛皮啊 那我們抓了這麼多隻牛回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這個效果如何啦 我們把這個小麥放進去 哦對哦,我好像沒有種蘿蔔 那豬,豬的話就再看看啦 豬是附加的,等以後有蘿蔔再說 我們把小麥放進去之後 它應該就會開始 有了開始瘋狂的生殖了 我可能把粒子特效關掉的關係 所以看不到它們貌愛心 小隻的動物的話 因為可以穿過這個柵欄的縫隙 所以通通掉下去 然後被我們擊殺了 然後就會產生牛皮跟這個肉咯 啊,是不是好棒棒呢 然後附近我們打死精英怪的話 也順便抽進來了 那要注意的是我們Rotary Cry它這個Auto Breeder 它雖然說有所謂的範圍的設定 你可以看到它寫Range 8 但它這個範圍是指它可以把多遠距離的動物拉過來 所以實際上動物它還是會從旁邊走進來 一直靠近這個Breeder之後 它才會吃到東西並進行這個交配 所以如果你動物養的很緊很密的話 它就會擠來擠去會蠻混亂的 因為動物一定要靠近中間的Auto Breeder 它才有辦法吃到東西 就不像其他模組 比如說Railcraft的 或者是這個MFR 那些衛食都是有點像隔空衛食 它馬上就幫我安心然後互相走進交配 所以Rotary這個可能要注意 就是數量不能太密 不然動物互相擠來擠去會影響到效率 所以我們這個畜牧場的設計的話 就是利用這個Minecraft原生的特性 來設計出來的 就是它的碰撞箱的大小來過濾 我是覺得還蠻有意思的啦 這個 這個這種設計的話 大概百年難得一見吧 我不清楚以後還有沒有辦法設計出類似的東西 只能再看看啦 反正今天這集的話 真的是花了很多時間在構思 跟實際上把它蓋出來 因為東西有點多 所以過程講的可能會蠻混亂的 反正各位看得懂或看得開心就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集有牛皮之後呢 我們再回去來發展我們的魔法 或其他的東西咯 謝謝大家 拜拜 我記得雞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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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ded